台东县南回健康促进关怀服务协会为了激励南回四乡镇优秀学子完成学业 由美国康德基金会赞助办理了爱在南回奖助学金 12月2号在台东堂厂举行的颁奖典礼 今年有18位元湘学生来获奖 学生获奖之一的卓雅文他也透过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希望可以鼓励其他部落孩子们在逆境中可以向上 从台湾史怀者徐超兵医师手中接过奖状 18位来自台东南回四乡镇的部落学生 获得台东县南回健康促进关怀服务协会 爱在南回奖助学金 2012年起南回健康促进关怀服务协会 设立爱在南回奖助学金 透过美国康德协会长期赞助 以奖学金资助的机制 支持南回四乡镇的原住民学生完成学业 今年共有18位部落学生获奖 其中两位是增额名额 南回健簇官服协会 也透过义卖水路铺满 募集明年度的奖助学金 准台东县长饶庆林则率先捐款做爱心 我这次音乐选举让台东县的相信真的非常支持 那一票30块钱 我有将近200万的选举的补助 我会全数捐出去 所以我第一笔将捐给即将成立的南回医院基金会 我相信有很多孩子 就是台东县 尤其是南回地区 有很多的家庭 他们也许拿不到清函证明 中低收入户证明 可是家里的情况真的不好过 或者是说 孩子因为家里的变故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导致 他这个学习的成绩 其实没有那么的亮眼 可是我们经过访试 我们看到孩子的自传 我们看到孩子家里的情形 太多像这样边缘的家庭 在社会安全网的标准之外 我们希望透过今年的爱之路 由老人 有部落的老人小孩 还有艺术创作者 共同来打造的亲手手工制作彩绘的这批爱之路 来募集未来明年 我们希望有能力来奖励 鼓励 陪伴这些真的需要的孩子 青年度获奖的学生之一卓雅文 因父亲患病 家中经济全落在母亲身上 他没有放弃 反而在逆境中向上 并透过自己的故事 估更多与他相同遭遇的学生 这种状况就是难免怨天游人 但是对啊就是除了怨天游人 那时候我就想我还能干嘛 我又不会工作 我又只是小朋友 真的不能干嘛 所以我就想说对啊 我就怪天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家庭 然后怪人 为什么爸爸这么早就要生病 如果我也堕落就是不听话 就是这个假就真的完蛋 对啊 所以就觉得还是要 还是要加油一下 因为上一课就是读书 没有办法分心办公办读 然后寒暑假也要回家 帮忙照顾爸爸 所以这个奖学金来 对我来说真的帮助很大 对很需要 爱在南回奖助学金 鼓舞之称在台东南回四乡镇 从高中到研究所的青年学子 每一笔鼓励的背后 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 虽然名额有限 但青年学子却展现出无限希望 记者夏家会台东市报道